新北市消防局日前在马公公园体育馆举办消防夏令营 除了透过消防体验将防火防灾观念向下扎根 另外呢也与更新护专合作 在下午的时间带学员们进行闯关游戏 一整天的活动让学员们有满满的收获 结束了上午的消防体验活动 由新北市消防局在新店马公体育馆所举办的消防夏令营 下午特别规划了较轻松的团康闯关游戏 由新店更新护专的大姐姐们带领小朋友动动手动动脚并且动动脑 和口大家脑筋灵不灵活 同时也让学员可以借由团康游戏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 早上是我们消防相关的一些闯关的关卡 那下午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有商请我们这个 辖内的更新护专的这些同学们的康古人员 来跟小朋友来做一些活动 跟一些带动的一些热露的活动的一个办理 除了室内的活动 主办单位也安排学员来到户外的球场 进行简单的运球投篮 从上午的消防体验到下午的团康时间 让学员们有满满的收获 我们希望说这个防火教育 从小教育就扎根开始 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的宣导活动当中呢 就是寓教于乐 我们会设计几个关卡 然后他们在学习当中呢 会有一些体验 把概念带回去给家长 然后就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共襄胜举 新北市消防局的消防夏令 每年总会吸引相当多国小学童报名参加 消防局期盼 学员除了可以将防火防灾观念向下扎根 更能够提供一个安全开心的暑假活动 记者陈屏咱们其心电材和报道